有一对年轻的小夫妻结婚已经三年多了 本来呢这个家庭感情和睦 然后呢关系非常的平稳 但是啊由于一年前婆婆的到来 让这个家里的矛盾越来越多 而就在一个多月以前 婆婆开始跟踪儿媳妇 在被儿媳妇发现了之后呢 在这个家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到底婆婆为什么要跟踪儿媳妇 儿媳妇到底又做了什么呢 家住北京通州的陈阿姨 最近听到了不少 关于儿媳妇新女士的流言蜚语 让她产生怀疑 儿媳妇何能不碰儿子 平常我们没有住那些街嘛 跟我说我都一开始我都不相信 没听说她的难听呢 为了证实谣言的真假 陈阿姨并开始处处搜集 儿媳妇出轨的证据 我婆婆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她在家里面 到我卧室里面 放我垃圾桶 我随身物品 她都烦了 新女士说 婆婆还有更过分的举动 只要她一出门 背后就一定有婆婆在跟踪她 我要是不是说跟踪她 我都这些丑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被她骗了 婆婆所说的丑事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儿媳妇 我都不想写这么地 我都不想写上 这样子 是真的 我可不想写的 这愿重 我没想写 这愿意 你就知道 你怎么样 你怎么写不写的 写不写的 呢 我都不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主动自愿地来到了我们复合天使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在欢迎陈阿姨 新女士 欢迎两位 来 请坐 我们先来问一下陈阿姨 您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我今天来到这里 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 对面这个女人 必须辞掉她现在所谓的这个行 这个职业 回家给我生个孙子 如若不然的话 马上滚出我们这粥子 好 那新女士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这个工作是不能辞的 再说 应该回去的是她 我婆婆 你是什么工作呀 我婆婆 你什么工作呀 自从她们来以后 你能干到大家的面 把你的工作说一遍吗 我们的辰子就一趟 你还有脸说你的工作 来 这样陈阿姨 你算什么东西呀 来 陈阿姨 咱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 咱们先不要出口伤人 我们先来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求儿媳妇 把工作辞掉呢 你问她 她做的什么工作 穿的那个衣服 你问她有几斤几两 盖不盖得过来 把你的全身盖过来了吗 被人家照来照去 看来看去 这叫工作 这叫什么行呢 陈阿姨 我问你啊 如果说您对于这个职业 有自己的见解 没关系 你跟她换个工作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非要 让她在家待着 非要给您生个孙子呢 结婚三年了 连个蛋都没下 母鸡还下蛋呢 她不想生孩子 她就是 她不想生孩子 她就是没心 跟我儿子过 她的目的我知道 为了让我们周界 钝子绝孙 您觉得她是 真把我气死了 您觉得她是 我实际上就是 她就是没有安好心 你觉得 儿媳妇没有安好心 那你觉得 她图你儿子什么呢 她为什么要 跟你儿子在一起 还结婚三年呢 可以这么说 她 就是看上我儿子 这个房子 你知道吗 我 他们现在 她现在 你以为有个房子 他现在住的 要啥没啥的 穿的 吃我儿子的 住我儿子的 穿我儿子的 她还是有她的企图 好 那我现在来问一下 新女士啊 刚才 陈阿姨说的那些 都是事实吗 是事实 如果你觉得 这个职业 是非常正常的 你为什么要瞒着婆婆 说你是做销售的呢 这个是我老公的意思 他不说呢 他 我儿子 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 是你的丈夫 要求你一起 隐瞒婆婆的 你的丈夫认可吗 认可 如果他认可的话 他为什么要求你 一起瞒着他妈妈呢 这个也是为了家里人好吧 我当时也想 也对 老人家就是 会接受不了这一段 那为什么 结婚三年多 都没有 都没有要孩子 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还是说 你跟你先生商量好 就是这个决定 我没有办法 我这一行 不能要孩子 如果一旦要孩子 这就没办法干下去了 哪个行业不能要孩子 哪个工作的 就是说 我就是不想要孩子 哪个女人工作 就不能要孩子呀 有你说话 那当总统的 我想不想要 还有女儿 都不能有孩子 你算什么呀 你怎么就 五年时间 五年时间 我们想要 怎么了 你这不女人很特别呀 两位 很怪异 婆媳二人一上场 就开始互相埋怨和指责 而他们争吵的一个核心 就是媳妇的职业 那么 媳妇到底在从事一份 什么样的工作呢 为什么婆婆 会一再地说 是丢了老周家的脸呢 到底这个儿媳妇 做了什么 就会让婆婆 无法容忍呢 刚才你的婆婆 有说过 说你的工作 她有跟踪这去看 然后她发现 你穿得很少 这个你有自己 合理的解释吗 这个是工作需要 什么工作需要 她干的都是 见不得人的事 我怎么见不得人 你不要以工作需要 来当借口 你算什么 你那算什么工作呀 你那不叫不正经的工作 那我问一下 你是什么时候 发现婆婆跟踪你的 就在这一个月左右吧 你怎么发现的呢 是我老公说的 她偷拍了我好多好多照片 谁偷拍了你 我婆婆 你婆婆偷拍了你的照片 她跟踪我偷拍 什么叫偷拍呀 那我问一下陈安姨 因为我这个人太怪异了 陈安姨 我跟你说 不要说那么多 你是我的长辈 我心里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废话 我就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 我就不会来 既然来到这 咱们就请她们说好不好 来陈安姨 那我问一下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让您想跟踪儿媳妇呢 正常的这个媳妇 女人 该上班上班 该回家回家 而她是什么呢 雾雾正业 每天是 雾雾正业 那个 那天是雾雾正业 每天是雾雾正业 每天是雾雾正业 雾正业不归宿 谁知道她父亲都干什么去了 你指的雾不归宿 是她晚上整夜都没有回家睡觉吗 对 有那种时候 所以我就对她产生怀疑 我想如果说真的 她把我这家毁了 我真的都没办法 向我那个老公交代 我那老伴交代 真的 所以我才产生这种 我就是不惜任何代价 我也要把她那个 抓住她的那个福利尾巴 好 到底新女士 平常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我们的助理调解员的手上 也有一段 这个陈阿姨说 能够证明的一个证据 我们一起 现在把时间交到 助理调解员的手上 这个手机呢 是陈阿姨提供的 当中有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的主角是新女士 陈阿姨说 如果新女士 根本就不配做她的儿媳妇 这段视频可以证明 那这段视频 究竟是记录了些什么呢 我想我们应该 尊重新女士的 这个工作隐私 因此现在我还是将 这个手机还给陈阿姨 你要干怎么样 你要干怎么样 你还想不够丢人 是不是 陈阿姨的手机里 到底拍了怎样的内容 竟导致她和儿媳妇的关系 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陈阿姨强烈要求 把这段她跟踪偷拍的图像 在现场播放 让大家看看 她的儿媳妇 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也先回坐 你在那儿都让别人拍了 你还怕看吗 来来来 陈阿姨你也先回坐 对于这段视频的内容 究竟有没有触及到 我们这个个人的隐私 我们现在先请贾律师 帮我们讲述一下 这个问题呢 没有这么复杂 如果说是这个小姑娘 在进行工作的时候 那么阿姨呢 只不过是用她手机 来进行拍摄的 我认为这并不够上隐私权 好 那我想问一下陈阿姨了 您既然把这个手机 把这个视频的内容 提供给我们 那我现在想问问 您希望这个能说明什么呢 我就是让大家看看 看看这个 就认识一下 这个对面这个女人的 真实面目 她所做的 她就是说嘴里边所说的 所谓的工作是什么工作 你身上穿的衣服有多少 你漏了多少 就这么说吧 就说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你只要用这种方式挣钱 我们周期就不允许 就不接受 我怕把我们 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 她一天根本就不遵循我的想法 她就平时就觉得 我一天就是 什么事都不干 家里的活都她干 其实我在外面 也有我自己的事 也有自己的工作 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忙的 回不来 她就觉得 我好像在外面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本来就干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是 你是很忙 你忙的事不是正事 哎 你 我要求把这段录像放一下 要求工作人员 给我放一下 新女士 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那如果说在新女士 不愿意的情况下 陈阿姨这样强势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不可以的 对 虽然你没有侵犯你之前 但是你没有跟她同意 在大厅网终之下播放 这就不一样了 没有事找事 是你啊 你要不干那些事 我能 我能给你录下来吗 你一天没事就找事 一天好好的 你在家里 这是找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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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自己办的事 你自己办事 你自己办那些个事 那些个行为 你不心虚呀 我办什么行为 我请问 你不脸红吗 陈阿姨 我不想问问您 就是今天您到现场来 这是一个全国 能够看得到的节目 那么你在这儿 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是需要我们大家 帮你做什么 是需要我们大家 一起来证明 这是一个不正经的 坏女人吗 是 让她离开我们家 你觉得这么做了 她就能离开你们家吗 还是这么做了之后 大家会觉得 你这个婆婆 不尊重人 那为什么我就到这儿来 我就是让你们帮忙 让你们栏目组帮着我 把这个女人赶出周家 就是说你让全国 一起帮助你来 把这个女人赶出我们家门 因为周家 实在高攀不起她 这种女人 我们实在接受不了 我要是当时想高攀 我也不会待在你家的 小新啊 我来跟你说通几句啊 刚才我在问你说 这个东西放不放 因为我律师 毕竟要尊重当事的意思 我说你 你妈妈 在你工作场合 拍的这个东西 我说这个可能 很难说她侵犯隐私 因为她拍的 正常的工作场合 以及拿她手机来拍 我觉得你考虑一下 是不是让在座的 这些观众朋友 和我们这些调解员 给你一块见证一下 跟你的说法 其实这个行业 是很正式的工作 不要大家认为 这个就是干了什么 见不得 对 强烈要求放这段 希望大家支持我 来 西女士 你同意放了吗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 放吧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请导播 帮我们进行一下 连线 这就是我们周姐的媳妇 屁股都露出来了 我实在接受不了 这有什么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个正常 刚才我说了 对于你这种人 就是很正常 但是我坚持不了 这种东西 是很正常